HELLO 大家好,我是千仲思 大家不要再說我是男人了 我兒子都生了 快到300婦女節 今日我就以婦女的身份 跟大家分享下女性的理財及投資策略 千仲思,一個因為社交媒體頭像 而相比認為是男扮女的財經專欄作家 其實她在近兩年已經結婚生子 現在不時還會寫一些二入口的財經分析文章 不過原來她在入行之前 是未接觸過財經 我大學都不是讀Finance 我大學完全不懂的 我都是入了行才慢慢看 好多女生都很怕數字 見到數字就不看了不看了 炒股票又不懂了不懂 恐懼是源於無知 所以你一定要多看 你越怕就越看 最簡單你去Google找前家有道 網站已經有很多免費的理財 或者是投資教學 所以其實看那些入門是最好的 千仲思說 女性在步入婚姻之後 要兼顧另一半 相應地會調節理財和投資習慣 不過她強調夫妻之間都要分散風險 我建議起碼有一部分都要財政獨立 我覺得是一個安全網 你不知道另一半會不會有一段時間周轉困難 如果你們兩個都一起 那些錢混在一起花 有一個糟糕的時候 你們兩個就攔炒了 談好每個月的支出 究竟怎樣付 之後那些剩下其實就是自己的 之後這一部分 例如我去買股票 買其他產品 我便按自己一向的pattern去做 不止是這樣 報入婚姻之後 千仲思說都要做婚前檢查 很建議結婚前同居 除了了解另一半的生活習慣 很重要 最重要是了解她的理財習慣 究竟她平時是不是越越清 我覺得可以是一個婚前的財政壓力測試 而且結婚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說買樓 買樓兩夫妻 即是你覺得要有保障 就要兩個名字填滿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傻珠的 填滿名字 你就沒有手指 還有去到有什麼周轉困難的話 可能那層樓剛巧不是周轉困難的人的名字 你起碼有層樓住 下一集繼續有千眾師分享 為任母親怎樣建立理想投資組合 以及挑選適合的投資工具 為財富增值 在家裡移民 為財政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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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